已经如心相的记乘到天父面前 天父必悦纳 天父必悦纳 谢谢娜玲老师 师哥敬拜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信息分享的时间 今天为我们信息分享的是宋敏慧牧师 宋敏慧牧师随时一辈自己为神所用 真是感谢主 因为今天本来是林牧师 但是林牧师代中山长老教会的宋敏大学外出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宋敏慧牧师 他要分享的信息跟我们刚才的诗歌 有关信息的主题叫有根有基 所要读的经文是以乎所书第三章 我们请美奎老师来练情 好的 以佛所书三章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了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之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旨 造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造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又是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尝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曼以上功读完毕 阿曼 阿曼谢谢 将时间交给敏慧牧师 请 好 感谢神 今天谢谢熟亲长老 给我机会可以在这边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以福所书的第三章 这边讲到保罗呢 他这时候写给以福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实际上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 一个在罗马监狱的人 他现在却仍然不忘上帝的托付 他所为了神所建立的教会来祷告 保罗说他为以福所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之后呢 在第二节一直到这个十三节节当中呢 就穿插了一个保罗来解释 他的职份跟他的恩赐 跟他的启示 跟他所知的奥秘 这边讲到呢 保罗说他知道 他的职份是上帝托付给他的 他也知道他从神那里得着了启示 神给他的启示 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呢 也就是基督的奥秘 也就是在神创造的 创造天地的主里面的奥秘 他说他知道的这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六节当中所说的 就是外邦人要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同为后赐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我们知道 以前犹太人呢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后赐 他们与神同为一体 他们可以同盟应许 但是他们不觉得 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这些的外邦人 没有受割离的这些的外邦人 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同样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 但是保罗奉差遣 要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保罗告诉 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这些的外邦人 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都同为神的后赐 什么叫做后赐呢 后赐就是可以继承产业的 后赐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是有的依靠的 我们的阿爸父会做主的 父亲是会做主的 神说神透过保罗呢 将这奥秘呢 来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 这些后来信主的人啊 也可以跟犹太人一样 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 可以成为上帝的后赐 而且呢 可以与上帝合而为一 同为一体 因为在前面 以弗所说的第一章讲到了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我们是这充满神的 这身体里面的肢体 所以我们同为一体了 而且呢 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 我们都可以同盟应许 我们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 各样的福 不是只有以色列的人 这些的犹太的选民可以得着 我们同样都可以得着 所以把这个保罗把这个 他从神那里知道的基督的奥秘呢 来告诉了大家 他说呢 保罗在这边告诉 告诉这些的弟兄姐妹说啊 他不仅呢 要把基督的那测不透的丰富 要传给外邦人 又使大家能够明白 哦 原来呀 这隐藏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呢 保罗说他有一个很深的得着 这个奥秘是怎么得着的 第十节告诉我们说 要借着教会 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掌权的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就是借着教会 可以得着神的智慧 借着教会可以得着 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那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为说 那教会就是会堂咯 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的 有两三个人 凤主的明聚集 那里就是教会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是人跟人 教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的聚集 有的教会 他可能在大型的聚院里面 公开的聚会 有的呢 他是一小群人 或者是在 像中国大陆 他们很多的家聚会 他们是在家庭的里面 敬拜神 但是呢 教会真正的含义 不是在这个建筑物 基督耶稣的教会呢 其实是指各主各方的人 所有这些爱耶稣的 愿意摆上心意 跟随耶稣的人 聚集在一起 这就是教会 我们来看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赞美操 我知道我们的赞美操 在各地设立的祭坛 带领这些的 卫信主的 这些的人 可以来认识基督的福音的奥秘 我们就是好像是保罗的 这个职份一样 我们也看到呢 我们在这当中呢 我们礼拜天的下午 在我们的总部 也有这些的 赞美操的弟兄姐妹 一起在那里听神的话 分享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实赞美操的 这个总部的那边 其实也就是一个教会的形式 我们在各处的公园里面 分享神的话 建立祭坛 这也是一个教会的形式 好了 这边他说呢 他说 第十二节这边 保罗说 我们一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 放胆 无惧 独信不疑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 我们也盼望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在各处设立的 公园的祭坛 或者是我们在总部 我们的祭坛 我们都要在主的里面 放胆无惧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 很刚强壮胆 但是靠着主 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 而且我们的 刚强壮胆的里面 不要掺杂着各样的疑惑 我们要笃信不疑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是来到建筑物的面前 我们不是来到公园 我们不是来到人的面前 我们相信我们的聚集 就是跟从主人的聚集 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保罗在这当中呢 他告诉 比伏所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不要看 这个有形的世界 当你们看 这个有形的世界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想说 我保罗 这个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这个人 现在却被关在监牢里面 如果我们按照 肉体来看的话 保罗好像是被拘禁的 因此呢 你们可能传福音的时候 你们也会担心 有一天会不会 你们也会被囚 被关 或者是遇到各样的患难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 不要因为保罗 现在的处境 就感觉到 好像上了胆气一样 要相信说 这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差派保罗 进到了这个监狱的里面 所以我们要相信说 保罗如今的这个光景 我们不要用着 肉体的眼睛来看 我们要看到 那神手中的工作 所以保罗 勉励着 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说 不要因为我来 我而丧胆 要知道呢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原是你们的荣耀 再来接着我们来看到 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节 这边开始一直到 一直到后面的二十一节 这是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重点的经文 也是我们今天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敬拜的诗歌 这边讲到说 因此保罗说 他在父的面前屈膝 在第一节的里面 保罗就提到说 他要为他们祷告 在十四节这边 保罗又说 他在天父的面前屈膝 就是跪着祷告 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 祷告的人 这样子一个到处传扬福音 建立教会 甚至于是牧师 也是教师的这个保罗 他常常在神的面前 跪下来祷告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为他建立的教会来祷告 他是一个代祷者 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现在我们的 赞美超的服事的里面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也不仅在公园里面设立祭坛 我们也更需要有个人的祭坛 个人在家里的祭坛 甚至于我们要成为一个行动的会幕 我们的里面要常常与主连结 我们要常常来祷告 这边提到保罗做了榜样 他为这些的以福所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而且是跪着祷告的 弟兄姐妹 如今我们在神带领我们赞美超 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们现在成立了基金会 我们有更大更大的神的托付 在我们的身上要完成的意象 也许我们也会胆怯 也许我们也会怀疑 但是透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不要怀疑 不要胆怯 我们要祷告 这边讲到说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祂得名 什么意思呢 第十四节讲到的是 我们与父的关系 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屈膝 我们与父的连结 更讲到天上地上各家从祂得名 代表我们是从祂而得着的 我们在各地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各地所建立的 公园里面的祭坛 或是因教会而做的外展 我们要知道神都知道 神认识我们 神明白我们 我们是因祂得名的 这边讲到保罗的祷告 他说什么呢 他说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借着祂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边讲到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我们看到一切的荣耀都是属神的 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个人的因素 或者是我们因为不是的因素 或者是我们因为身体的因素 或者是我们因为前途的因素 未来的各样担忧的因素 我们要重新的形式一点是 一切的丰盛的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这篇保罗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 说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接着我们来看到在21节的里面也提到 再一次的提到主的荣耀 他说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愿他在教会中 愿耶稣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只要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神一切的丰满就会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怎么在我们的里面呢 我们再一次回到16节 要借着主的灵 要借着主的灵 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祂说祂赐下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要借着祂的灵 如今是圣灵的时代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借着祂的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不是告诉自己 好像为自己催眠 说我要刚强 我要刚强 不是的 我们要借着主的灵 而且有一个确信是 主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 主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这两者 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刚强 这篇保罗屈膝 为以伯所教会的祷告的里面 讲到三层面的刚强 的三层面的信心 第一个是讲到 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再来讲到下一个层面是说 因为丰盛的荣耀 借着主的灵 使我们的里面的心 刚强起来之后 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心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这边因为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 借着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里面是主的灵的居所 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信心才能够 渐渐渐渐渐渐的长大 不是凭外体的信心 不是凭认识耶和华知识上的信心 所以因为这个信心住在我们的里面 不断的增长了 叫我们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根有基的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愿意给爱 我们为什么能够承受神的爱 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分享爱 那是因为叫我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的主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就是叫我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 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我们可以给出去 我们可以承受爱 我们可以分享爱 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 所以不论遇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 这根基是在磐石上的 这根基是不动摇的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一定常常的领受到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有爱心去鼓励人 帮助人去建造人 有的时候我们一去回顾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不是我们的爱 那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去探访 利用姐妹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我们怎么能够一次一次的 一直不断的关心这些的弟兄姐妹 甚至于我们看到我们的各团队 这么有爱的去关心这些的畏性者 怎么能够坚持这样子的爱 不断的去喂养 不断的在公园代操去传福音 有60来岁的 有70来岁的 甚至有80来岁的 为什么我们能这样持续的做下去 成为一个爱的传承者 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爱 有这个爱就成为 那个有根有基的 不动摇的磐石的爱 再来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层面 他说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当我们越有稳固的 根基的爱的时候 我们发现别人也是用这样子的爱 另外其他的圣徒也是这样的爱 哦 于是这些的 这些同样明白神基督的爱的这群人 聚集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看到主啊 原来你是爱的源头 原来你的爱是这样子的长 原来你的爱是这样的深广 原来你的爱 爱是这样子的 有测不透的丰富的 这边讲到说 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原来神的爱是不能够 用尺度来衡量的 原来神的爱 是过于人所能够给予的爱的 于是我们就进到了第三个层面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的我们 什么意思呢 就让神的灵更多的充满 在我们的里面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被神的灵引导的人 我们就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这边提到的三个层面 三个层面里面的这样子的祷告 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都能够用这样子的祷告的模式 来为别人祷告 第一个是叫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 第二是叫他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 第三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都可以充满在他的里面 如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做的祷告一样 接着我们来看到这边 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怎么能够成就这一切呢 其实根基在前面保罗为他们所祷告的 这三个层面的得着 心里的力量刚强 心里的爱心有根有基 神一切充满的充都充满在他们的里面 于是他们能够照着运行在他们心里的大力 因为他的里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充满了主基督了 充满了主基督的爱 充满了主基督的信 充满了主基督是那个源头的盼望 于是神就能够照着运行在他里面的这个大力啊 能够成就一切超乎我们的眼所能看的 超过我们的理智所能理解的 超过我们的行动所能做的 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完成一切不可能的事 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完成一切的事情 若不是神许可 没有人能够建造得成 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出于神 我记得在神所托付的 我的这个全球教会要建立的时候 刚开始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根本不知道这到底要怎么做成 没人没钱没资源没人卖 到底要怎么做成 但是我相信那是照着 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心里的大力 就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无法想象一个教会的建立 一个教会的建立 零零种种有各样各样的大小事 不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的 还有灵里面所需要打的各样属灵的争战 很多的牧者看到了全球教会 在这个地方台中的这个地方设立的时候 有一个属灵的长者告诉我说 宋牧师你很大大 你哪家在这里设立教会 你不知道以前的教会 以前的教会曾经在这建立 你后来都收掉了吗 宋牧师你为什么敢在这里呢 你知道吗 这地方属灵的争战非常的大吗 这地方你去看这四尾全部都是庙宇 而且这这当中的他们的祭拜还鼎盛 他们常常有各样的 惊惊恐恐的祭拜的仪式 你怎么会设立在这里呢 你怎么不去找一个属灵空气比较好的地方呢 感谢主 若不是照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这一切 超过我所求所想 这教会如今就不会设立 因为神在建立教会的起初 神让我里面的力量大于大于外面的 外面的这些属灵的所看得见的这些的庙宇的征战 神蒙了我的眼睛 让我没有看见这些的庙宇的 能在这个地方所带来的恐惧 所以于是教会就建造成了 但是教会在这当中 也因为神的托付 在这教会我们所要牧养 所要带领的弟兄姐妹 跟一般的教会所要牧养的形式上也不同 带领的弟兄姐妹也不同 神所托付的是 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单亲家庭 或是隔代教养的家庭 或是孤独者 所以我看到神所赐给这个教会 两点我们的 就是这些的观寡孤独 废极者老残穷 就是这些的人 但是在带领的当中 的确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甚至于在带领的时候 神的话要给的多少 要给的 要给什么样子 就好像我们在 我们在做菜一样 要给的多少的盐巴 多少的调味 到底要给多少 都要很仔细的去拿捏 甚至于担心一不小心 就把它们捏碎了 那是完全跟以前 在北部的牧养的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 是必须要不断的等待的 而这等待的过程 是非常艰辛的 有的时候出招太重 好像又伤了他们 就要赶快提醒自己 再收一些 再收一些 甚至于这样会前进的脚步 有时候这样子做 甚至于他们 对他们而言 哇好像太急了 又要告诉自己说 主啊主啊 帮助我慢下来 慢下来慢下来 都不可以失落 所以在这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功课的学习 常在这时候 也问神说 主啊 真的是感受到 里面的力量不足 真的是感受到 里面的信心不足 真的是感受到 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感 但是神却常常在我的里面说 孩子我对你很有信心 但是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 哎呀 常常听到神的这个话的时候 就常常告诉自己说 不要凭着肉体去相信 不要凭着魂去知道 那是要凭着灵力去相信 那是要凭着神所说的话 一切的丰盛 有形的 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 不是在我的里面 是在耶稣基督里 一切的丰盛 都在耶稣基督里 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 在十六节里面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要刚强起来 所以感谢神 如今我看到 我们的赞美操 神带领了我们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是一个基督会的境界 是一个更宽广的境界 我们要跟神祷告说 神啊 神愿你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不遭患难 不受减苦 神愿你扩张我们的境界 神愿你扩张我们 我们相信 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北中南 或是我们海外的 各处的赞美操 我们都要被扩张 不仅我们个人要被扩张 不仅我们的心里的力量 要刚强起来 如果我们的里面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你知道吗 人跟人会感染的 当我们的里面的力量 刚强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的里面 充满着神的灵的时候 当我们的里面 确信神的丰盛的荣耀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感染 我们带我们跳操的 那些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会有一个 正面的力量来感染他们 当我们的里面 为主火热的时候 传扬基督的福音 我们在交操的时候 在带操的时候 我们把神的话 透过这个操 透过我们云老师 他所得着的 从圣灵来的启示的得着 我们去传承的时候 而弟兄姐妹 这些的外邦人 也感受到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测不透的丰富 那个丰富不是我们的 那个丰富是主的丰满 在我们的里面 就能够成就万事 我们相信基睛会要带往 赞美操 要前往一个 神所带的一个 传承的丰富的里面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预备 我们一起来承接 也许有更多更多的责任 会交付在我们的身上 就如同保罗 在第三章里面讲到了 他看到神给他的这个 这个执事 第七节里面 他看到神给他的执事 是照着神的恩赐所给他 而且是照着神运行的 大能赏赐给他的 而且他相信 这是神给他的恩典 一样的 我们相信神也给我们 如今在赞美槽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侍奉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建造 我们相信 借着神在我们的里面的灵 我们会把主基督的丰富 传给外邦 使各处的人都得到 福音的好处 赞美操 要在各处 使全地都来赞美耶和华的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是的 主啊 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请进 请妈们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的对人的爱 是有根有基的 因为基督测不脱的丰富 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让我们也感受到 基督的爱 何等的长阔高山 主啊 让我们能够 把你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 我们能够把你的爱 分享出去 照着你运行在我们里面 各体不同的功用 主啊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的美善 在我们的里面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主啊 愿你在赞美操 的基金会 得着一切的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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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